楼市四大风险被进一步释放 将买房和租房的消费者都有福乐 近一年时间里 诸多消费者开始对当前的楼市感觉到悲观绝望 接二连三下降的房价 严重降低了大家对我国房间行业的较高预期 针对房价普遍下跌这一问题 各大城市开始通过主动降低人们购房成本的方式 诸如降首付 降利率 降楼市准入门槛等等 试图激发起大家的购房热情 以求房屋供过于求的局面被逐渐打破 但一直以来取得的效果都不是明显 越是这样 大家就越悲观 总是觉得房价还会一跌再跌 现如今我国房间行业的发展 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俗话说 物极必反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楼市发展反而迎来一些好消息 最明显的就是有四类风险已经被进一步释放 很多楼市主题 尤其是近些日子 有购房和租房想法的消费者都能从中收益 来看看对你而言有利好吗 第一烂尾现象得到根本医治 房子烂尾的现象一直存在 只要开发商的资金周转有问题 不管是融资不够 还是原本用于项目开发的资金被挪用 开发商手头的项目都有极大的可能会被暂停 自去年国家正式实施 降低行业风险的三道红线政策以来 各大房企的现金流 相较之前就没有那么充足 特别是那些本身负债率就高的开发商 更容易建设出移动又移动的烂尾了 这现状对各方面的负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那些刚买了房的新业主来说 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入住就收到了房价下跌的消息 刚需一族还好说 毕竟这些人买房的最主要目的是资助 那些入师身为了投资的超房客 在此时买房要承担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还是比较重的 对全体有购房想法的刚需而言 当市面上的房闹和弃房断贷现象愈发严重时 去至当下能享受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 很多人也不敢加入到买房的行列 非定陷入疫情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尚未消散 如果掏空全部家底再承担高额的贷款利息买房后 房子的价值一路下滑 与此同时自己所在的公司又因为疫情的原因 长时间无法复工 需要通过降薪采源等方式开源借流 个人很可能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 要知道现如今相关部门实施的是第二代个人征信管理办法 未来人们的实际成本只会逐渐升高 如果实在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洛德哥千方两失 个人名下其余不动场被冻结的下场是肯定的 主要是还会影响到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 在法派房数量逐渐增加的今天 相关部门对停贷事件是越来越重视 今年7月14号 既然是住建部出台了 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工作措施的通知 强调了房子烂尾的责任主体 广东等城市也紧随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明确所有的资金必须赚款赚用 这无疑是未来楼市发展的趋势 当越来越多地方开始强制减少烂尾楼的数量时 人们买到烂尾楼的概率便会再下一个大的台阶 第二 消费者的购房行为愈发理智 房间行业刚开始改革时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成了绝大多数家庭最想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不过那个时候 房子的居住属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人们成群结队的买房行为实属正常 后来一些人从这一现状中看到了机会 开始利用手里的经济资源大肆吞房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通过将名下住宅 递买高卖的方式赚得盘满钵满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有些变味了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少有从众心理的各房者们也想方设法 适度成为一名炒房客坐向其成 殊不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楼市的水越来越深 同时相关部门开始积极落实 房住不炒政策 现在房点税和房屋控制税回来的预期还是比较大的 看着炒房客们手里囤积了大量卖不出去 组不掉的二种房 广大消费者的购房行为变得愈发理性 这点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增加房屋的销量 解决我国空置房数量增加的问题 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非常有利于我国房地亚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论怎样 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 到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都得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行事 如果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第三 房价下跌情况有所好转 近一年时间里提到全国的房价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跌 事实确实如此 不过在国家各种积极的楼市调控下 近些日子 全国房价还是略用上涨的 这其实就是一种好现象 因为房价的变化 向来是一种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趋势 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成绩后 也是时候该回翁了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 现阶段我国的城镇花率已经超过了96% 户均拥有房产数量比1.5套还要多 城里人有的住不需要买 村里那些空巢老人也很少有人 有愿意在晚年时期花大件钱去城市给自己买一套养老房 在全国各地住房需求减少的今天 房价绝对不会脱离世界的大涨 未来楼市发展的主基调必然是稳定 第四 房屋租赁市场的秩序越来越好 人口流动量大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的特点 大城市有着完善的医疗体系 各式各样的配套设施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些向往着远方的年轻人 以及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 纷纷背景离乡去外面工作生活 在他乡最令人头痛的就是住房问题 高额的房租让多少有职青年回乡置业 自去年开始 国家开始着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数量 来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也就是说未来大家在租房方面 既能节省一定的购房成本 又可以租到各方面条件更好的住宅 如果您在一起去年轻人通设的便宜 也渐令到大家感到很多人 来解决新市民的住宅 会 ray着合距离 来解决新市民的住宅 我们在这里面的住宅 就是说未来人的住宅 你看写新市民的住宅